皇上 退下 官儿 你是刚入宫吗 回皇上话 奴才刚进宫 那好 你就跟在朕的身边 如果你出了半点差错 朕要灭你九族 奴才明白 请皇上放心 现在就是人最困的时候 你去吧 是 奴才告退 小公公 请你转告皇上 我等赤子保卫他 请他放心 只是目前我们 召集救部的工作上 没有完成 人马有限 还要再等等时机呀 纪别大人 皇上 就全靠你们了 告辞 皇上 让我们现在返进去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呀 是啊 城外 元纪的一半重兵尚在 我们敌不过他呀 确实啊 目前召集救部的工作 进展如何呀 大帅 徐大人 上次的损失太大了 主力失散 加着元纪和高原的党羽 暗哨遍布全国 高地人马 应战不顺 皇上 现在身边缺人 出境了师分的困难 我等有心 却无力小军 唉 旧患未去 心患有来呀 唉 上次 那些义军 虽然帮我们拖住了元纪 可他们毕竟是义军啊 他们最终是要与朝廷对抗的 我们还是不能与之相燃 以免空热事端 受人把柄 弄不好 会乱的大局呀 嗯 我等中军 只管保皇上是正理 跟他们 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 目前看来 皇上还是颇有心境 我们可以辅佐他 徐大人 你我同心 共保皇上 嗯 王苗 查找邵达的下落 竟然如何啊 大帅 也有人来报 曾发现邵达的踪迹 可现在又下落不明了 但是大帅不必信教 邵将军自用命的 不会有事的 上一次 他能够私利逃生 是多贿了公主 这件事情在民间早有传闻 尽快找到他 我 急需要他 嗯 嗯 嗯